电视剧《正好遇见你》 热播 一口气十集 让人越看越有劲 无仅言一人是两脚 性格差异很大 当于在早出现的时候 我们似乎被他的古灵精怪给迷住了 可是他偏偏不受待见 而且还凭空变成了编导助理 这多多少少在原家营的面前 没有面子 顾时庸对于于在早看起来 并不是很信任 特别是他出现在自己父亲身边的时候 还一度以为他就是他的小妈 这戏剧性的效果 无疑是给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只不过如果没有原家营 那么就看不出于在早的真实水平 虽然于在早似乎有些毛毛躁躁 但是他能够从细腻的感情之中 发掘人内心的感受 所以无论原家营多么努力 最终还是败给了于在早 虽然顾时庸那么看不起于在早 但是还是花时间 花精力 陪伴他去抓娃娃 甚至对他抓住的小熊 更是依依不舍 仿佛就把小熊当成了于在早 其实我们能够通过于 在早发现一些奇怪的地方 于在早能够在想创意的时候 一做就是三四个小时 于在早能够在痛哭之后 和自己内心里的感情做出比较 于在早能够觉察出瓷器背后的故事 也就是杨婉和杨玄的区别 或许这些小事情对于别人来说 很难发现端倪 但是对于于在早来说 细腻的感情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控制得住 那就是陶堂陶教授 还记得有一个抱大腿的情节 那时候于在早刚刚看到一个小男孩为了想要得到的东西 于是对于妈妈实施了抱大腿的计谋 不曾想于在早对于陶教授也实施了此计谋 不过还挺好 陶教授无计可施 答应了于在早的事情 还有一次 那就是于在早为了让陶教授答应 于是特地在深更半夜的时候 人已经陷入到睡眠当中的时候 打了一通电话 于是迷迷糊糊之间就答应了于在早的请求 只不过陶教授之所以 对于在早这么细心照顾 那都是因为一开始 见了于在早的小姨 也就是顾时庸真正的小妈之后才明白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于在早的身世 虽然顾时庸怀疑过于在早 但是陶教授在调查的过程之中 终于明白了于在早的苦楚和艰难 其实于在早之所以那么与众不同 或许和他的身世有关系 可是这并不能够妨碍他做一个聪明的小孩 原来小姨的诉苦都是于在早事先通过气的 而且这些情况陶教授都知道 看在眼里罢了 当于在早对汪西宁的事情的干预 如果不是陶堂的话 那么后果会不堪设想 表面上看于在早很厉害 实际上更厉害的是陶堂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如果不是袁佳莹 或许我们看不到于在早的优秀 如果不是于在早 我们不可能知道陶教授是多么的理智 在接下来的剧情之中 有一对双胞胎亦是如此 杨玄和杨婉都是制作陶瓷的大家 只不过杨玄更加有天赋 而杨婉却相差甚远 于在早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出来 哪些是杨婉做的 哪些是杨玄做的 那次意外恐怕不是真正的意外 而是一个人为的 那扇门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过去 杨玄之所以隐藏起来 就是能够让姐姐可以去替代自己 只不过无论姐姐如何努力 终究只不过是徒劳罢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如果杨玄没有那么优秀的话 那么杨婉或许能够获得一丝的宠爱 人生没有如果 通过许多感情小故事串联起来的 正好遇见你 让于在早代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片段 在这些片段之中 见证真正的中国艺术品